这个主板向市长帮我们落款一下 这座驻立在松烟口 七米高的竹编艺术 我们在这 由艺术家王文志所创作 透过竹编艺术 编织出多元文化融合 与新著名的坚定心智 台北市长蒋万恩 更在作品前签名留恋 2023台湾灯会进入倒数阶段 蒋万恩特别到四大展区之一的 松烟文创园区 抢先开箱圆展区的亮点作品 为时隔23年 从回台北举办的台湾灯会暖身 我们回二十三年之后 台湾灯会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这次我们有四大展区 包括今天来到的圆展区 光展区 中央展区 以及未来展区 那今天这个圆展区 圆这个字 有圆字来源的意思 也取多元的谐音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包括有客家新著名 原著名等多元的文化 在这个展区呈现 那我们很希望说 灯会期间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走走来逛逛 那至于人潮的部分 过往的经验 都是在开幕第一天 人潮会最多 以及一假日 就周末的晚上 人潮会比较多 那相关人流 动线的规划 以及交通等等 我们相关局处也都已经做好 万圈的准备 在松烟文创园区 总监陈玉秀导览下 蒋万安一行人 紧接着走进巴洛克花园 观看由阿美族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戴上情人带 披挂上情人带的蒋万安 更充当助手 与艺术家一起完成 最后的组装工作 三二一 与祖林对话的路径 热烈掌声 这组长宽达15米的 巨型火塘造型作品 以360度穿透式赏灯视角 搭配金曲及主题乐曲 呈现原住民族 对于祖林信仰的文化传承 与期望疫情 能如火炬产生的 烟斑水风消逝 这是一种部落的仪式 其实我们要透过白烟 直向天气 那个烟其实会带领 我们的话语 到祖林的基所 我们祈求和告知 是祖林 是族人和祖林对话的仪式 透过这件作品 和祖林对话的路径 也祝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平安度过这个疫情 蒋湾等人最后来到 园区生态湖畔 有艺术团队所打造的 岛上的女人树 这是台湾首次 客家诗歌主题灯区 透过岛中的客家女子塑像 加上湖中漂浮的互动灯视 全是客家勤俭持家的传统文化 女人树上面我们采用的是 传统的一个组编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客家的一个灯区里面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传统 跟创新科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湖面上面 晚上会有LED灯的一个变化 去打亮的这个女人树 也是象征整个比较 客家族群内敛 灵力 动作快速 勤俭持家的一个精神 甲丸表示 园展区希望呈现的 就是多元共荣 园区内共有超过20件 新著名客家及原著名族 灯视作品 利用不同族群间的语言文字 音乐旋律与图腾符号进行创作 呈现各个族群的文化之美 也象征台湾族群融合的具体成果 我们不只是有原住民 有客家文化 有新住民等等 就是希望透过灯会的方式 呈现出来 让所有的好朋友认识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设计师 各位总监导演 大家这么用心的付出 规划 让我们这一次 整个作业的准备 非常的顺利 那当然 接下来马上 在不到几周时间 就是灯会 我们希望藉由这一次灯会 让所有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 除了亲近台北 也能够爱上台北 那同时也能藉由这样的机会 体验到很多我们不同多元的文化 除了各族群灯视作品外 松烟文创园区也串联 园区内16个店家举办朝东感谢庆 有多档展演活动同步登场 包括米飞兔周年创作展等 另外台湾灯会复灯 台湾兔给乐 也预计在一月底 在松烟园区文化广场亮相 邀请大家日赏灯夜赏光 寻着光的轨迹 体验光源台北的魅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